首届一带一路农产品农资电商交易会 9月8日在福建厦门举办的 2019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登场亮相 当天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 35个国际组织的600多家企业采购投资商前来参会 记者在该交易会的展馆内看到 简洁整齐的柜台上多个国家的农产品农资琳琅满目 来自斯里兰卡的参展商哈沙利·佩雷拉 正忙着和中国买家介绍当地的特色茶叶 他希望透过这个平台与中国的商家建立合作渠道 印度尼西亚全国乡村合作社联盟也带来了当地出产的有机大米 他们期待借助一代一路农产品农资电商交易会 打开通往各参会国的市场通道 这些展規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能够合作与其他伙伴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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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了解 该交易会在展示各国特色农产品和农资的同时 也成为促进购销对接 贸易合作 积极构建双边及多边贸易机制的平台 当天活动现场共有24个项目签约 贸易金额达262亿元人民币 投资金额达33亿元人民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